沒有錯 因為代表的腳步本來就比較大 因為代表也是高於200公分 所以很正常 這個步伐跟一般人不同 這個有故意嗎 因為還是要看裁判的認定 裁判現在要看這個回放 所以我們常常在訓練射手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方案就是希望他可以直上直下 我們看到韓國隊以前的投籃就盡量 就算他落地的時候 你也不能往前去前進太多 因為前面本來就是有防守者 你如果每一次出手都往前跳的話 那當然你在扭到腳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你如果直上直下 或是有些韓國射手會跳在空中把腳打開 都很厲害 像我們以前前輩羅興那樣也是會這一招 落地的時候把雙腳打開 對你就不會踩到人家腳 對 那現在陳笑容要先退場了 肯定是要先退場 但Review之後結果 吳戴豪這個犯規被升級了 變成了一個違反運動精神 違反運動精神 那是不是要先罰兩球